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瑜伽小姐姐 今天呢我干了一件 非常让我自己肝疼的事情 在作为一个持久银心 我在整理我的2019年爱用的同时 突然之间一股抵挡不了的 那种想购物的洪荒之力 快要冲破我的这个身体的封印 然后就是出来搞事情了 所以呢2020年的第一次购物 我就献给了斯夫兰 这边呢就是我这次 所有在斯夫兰买的东西 大家看下面他们直接给我拿胶带 纸封起来因为太重了 一共是买了大概是 170多万韩币的东西 我真的都不知道我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大家就跟着我一块来看一下 究竟我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让我在斯夫兰里面 失去了我的手脚 就真的是今天 我感觉我是爬着回来的 实在是有点肉疼 但是呢我感觉就是 买的都是一些我想要去用 然后想要去测评的一些东西 那我就慢慢的跟大家来一点点介绍 我先从护肤的部分跟大家说起好了 一个就是CORA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它是米兰达可尔下面的一个 完全纯天然的一个护肤的一条品牌线 它出来的好像也挺早了 然后呢就是米兰达可尔 它真的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模特 就是你有没有感觉 它就从头到尾的充斥着那种纯天然 然后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机 两个油 因为我之前也很喜欢方疗一类的东西 所以我对这种精油 纯天然植物成分的一些东西 都非常感兴趣 像我脸部的油其实也用了很久了 这次的话我正好是看到 他们家有出一个这样子的脸部的一个精华油 就这么小一瓶的一个脸部精油 它这款精油跟平常我用的那种精油 还用起来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精油是最最习惯于用于 所有的护肤程序之前嘛 但它这款精油是用在所有的护肤程序 最后就是作为一层最终的补水呀 然后促进你一个吸收的一个作用 嗯就是那种非常纯天然的味道 质地不会特别特别的厚重 就还是属于那种非常好吸收 肌底油如果是非常厚的质地的话 它会导致你在上脸的感受会特别的油腻 但是像它这个程度的话 其实它这个吸收度不单单是干皮 我觉得其实中性皮肤也是比较能接受的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很多时候 你的皮肤出油它不是来自于你本身皮肤 是油性皮肤导致的不断的在出油 很多时候是你皮肤的补水做的不够 那水油不平衡了以后 就会分泌出另外一种东西 来去补全你的这个平衡 如果大家是出油很严重的话 你不妨可以尝试一下 在补水上面去下一点功夫 它还有一款是眼油 这款是我觉得我之前没有看到过的 因为我很少在眼睛这一块 去用油这样子的质地 但是我看它这里正好是出了一款 这种眼部的一个按摩油的产品 我就很想拿来试一试 那这一次只是一个简单的购物分享 至于我后面的一个反馈的话 我会留到某一期的vlog里面跟大家讲吧 还是一个油 这是一个身体油 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孩子的 因为它出了很多很多的油 那我又是一个对油的狂热的爱好者 所以它各种各样的油基本上都被我买了一遍 这个的话是一个身体油 它还配了一个这样子的头 它这个头还蛮方便的 然后再接下来它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滋润的一个这样子的霜吧 这个味道也是很好闻 因为它的整个品牌线都是全部用的那种有机纯天然的一些成分 味道上面它就是会有那种非常纯天然的一个aroma的味道 好好闻 而且它这款也是很好吸收 它是一个专门针对于干性皮肤用来补水的一款霜 你也可以用它来当那个按摩膏 你在平常洗完脸以后你先拿那个喷雾喷 喷完了以后你再用它 它里面还是有含那种玫瑰果油的一个成分的 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试这一款 然后因为我正好还买了一瓶喷雾 就是这个我买的是一个薰衣草的 因为薰衣草的话它可以镇进你的皮肤 包括如果是晚上用的话 因为它里面有薰衣草精油的成分 它是能够帮助你就是晚上睡得很好 去帮助你放松你的身心啊精神这样子的 好浓郁的一个薰衣草的味道 我没有想到它比我平常拿来喷枕头 那个薰衣草的味道还要浓郁特别特别的多 哇这个有点厉害 我想拿这两款搭配起来一块做我的一个皮肤管理 看看效果是怎么样 但这款实在是有点惊艳到我 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买的两款香水好了 买的一个是这个罗伊威的001号 因为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中性非常的性冷淡 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就想买了 但是那次去日本带了太多的东西 没有能买成 所以这次刚好在SFLAB里面看到 我就买了它 这里又要cue我们Emma了 Emma在她的一个story还是她的一个 Excelware上面 我看到的就是她之前买了一款 焦兰的一个柑橘味道的一款香水 然后我正好看见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小的包装 15毫升的嘛 非常的清新 然后一股很开胃的味道 大家能感受得到吗 闻完了它以后觉得哇好开胃啊 就感觉可以开吃了的那种非常清新的一个柑橘香 我感觉它还蛮适合夏天的 因为有的时候用多了那种泰性冷淡的味道 你会忘记自己是个女人 所以适当的 要增添一点那种元气清新可爱的女人味 然后面膜的话我这里买了两片是这个tumburins的一个 据说是纯植物的一个这样子的面膜吧 因为tumburins这个牌子在我最早做视频的时候有跟大家聊过就是一些什么水啊乳啊和香膏啊护手霜之类的 它主打的还是以天然为主 因为他们这个品牌的老板就是敏感肌 所以呢我还是蛮相信他们家的牌子的 虽然说实在的效果上来说 它不会有特别惊艳的一个效果 但是它维稳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还有一款面膜是我买的这个 这个其实好多人推过了吧 就是这一款 他们家的一个蜂蜜面膜 也是看到很多博主也有推这一款 感觉有这么多博主背过书以后 我就也很想尝试一下我就买了一个这样子的 接着就是买了两瓶包装我非常喜欢 但这个牌子我没有了解过的一个洗发水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牌子 它这个的话就是有那个强化你受损发质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三号的护发素也是他们家 整个县里面最最有名的一个护发素 但是呢说实在的我没有用过 这个包装我还是很喜欢的 这个妆前 那是一个非常慕斯状的 透明的一个这样子的妆前乳 当时在店里面是试完了以后 我感觉它的那个抹平毛孔的一个效果特别好 但是我感觉这款如果抹多了 在眼部的地方可能会搓泥 可能以后拿来涂那种哑光的一个妆面的话 它效果应该是挺好的 这个防晒霜是我干嘛要买来的 它也是最近韩国一个很火的牌子 也是我刚才试过以后 它的质地就是非常好推开 而且非常轻透 但是它跟我之前用的那种特别油润感的一个防晒霜的质地就不太一样 它是属于非常滋润 但是又带一点点 也是有那种磨皮磨毛孔的效果的一个防晒霜 那接着的话 我可以先从腮红高光开始跟大家讲起吧 用韩语来读的话就叫做Shurepi 这个牌子很好玩 它是一家很多美妆博主的一家公司 下面的专门做彩妆的一家子公司 出的这样一个合集的品牌 那这个品牌呢只跟当下很多很有名的美妆类的博主 去一块搞联名 所以它可能每个季度联名的博主不一样 这一盘这个是一个腮红盘 这一盘的话就是他们跟一个腮红这一块非常出名的一个博主做的联名 全部都是专门搞一家跟博主一块联名的公司 还挺有趣的 对我感觉这个概念特别特别的好 大家就是各发会所常有的像那种护肤类的博主 他可能要研发一年 然后跟大家推出一个季度的面膜的这样子的联名 很有趣吧 然后这一盘的话 大家看我买的这一盘是这个样子的 它等于三个颜色还是比较偏韩戏吧 第一个是带的那种玫瑰粉色 然后第二个就是非常桃粉 然后非常那种带电的荧光色调 非常年轻轻盈的一个颜色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特别特别的嫩 这一款是最浅的 是这样子的 这三个颜色中间这个是bling bling带闪片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平常会用的很多的那种类似于玫瑰粉色的系列 非常含细的三个颜色吧 就平常利用率还是挺高的 这三个颜色 然后接着的话我是买了跟另外一个博主联名的 它是一个大家看这个也很好看 它是高光加腮红这样子叠在一块的 我买了它两个颜色 这一块的话是一个橘色加上带一点点香槟色的一个这样子的高光和腮红 它这块腮红这一半边的质地是那种 有一点点像橡皮糖 然后比较偏那种土豆泥一样的质地吧 这个颜色非常的翘 非常 不过这个品扣 这个品扣有点 我刚刚在试这个的时候 这个盘掉下来了 这个品扣好像做的有点不太好吧 哎呀还真的是白夸 但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 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很年轻 然后特别跳跃的那种韩国杂志的橘色 颜色这个高光大家也看 就这两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它们可以拿来单独一个扫腮红一个扫高光 当然你也可以混起来用 就整个可以把自己的皮肤质感打得非常的通透 除了它的品控 我真的是觉得这样的颜色还蛮好看的 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盘 希望这个盘不要掉出来了 这什么车祸现场我的天 不小心接着它的推广 然后一边在那边说 哇真的好漂亮 它掉下来大概有多尴尬 然后这一块的话 这个颜色就更加偏跟刚才那个玫瑰粉的颜色有点差不多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粉色系的高光 就是你不得不说斯芙兰的灯光很适合让人有那种购买欲买 回来一看发现这个颜色好像有一丢丢的夸张和显黑 是不是 我不知道回头等上妆的时候用它看看 这盘大家先保留一下吧 有点难以言喻 就是我买了一个ofra的一个高光吧 这个颜色也很软糯很好看 吹什么吹啊 我都忘记它什么颜色好吗 看我就说它很好看吗 就是很闪很香槟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的话 Styles是跟我说 这个只有韩国的斯芙兰有 他在讲完这句话以后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你知道博主的套路吗 不就是哎呀这个是限定款 这个是哪里哪里的机场限定款 然后合作联名店的限定款 然后就一听到这种 就觉得你在跟大家聊视频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噱头 那听到限定版就买了 那这个颜色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当然了 我买都买了 当然是它好看了 它是带了一点点橘色的一个这样子的高光 适合夏天的沙滩 就是它会把你的整个复制打得非常非常的亮 它在跟一般的日常妆的时候 可能hold起来会有一点点吃力 因为它 大家看仔细看 就它还是一款比较用力的高光 比较适合用在于那种出去玩啊 然后或者是你去海边啊 或者是你需要去拍照的时候 然后这款就能够亮下别人的衣服 蹦跌的时候一定会选择它 这一块是Dior 也不知道是不是新出的 这一个四色的这样子的高光盘 也非常好看 就有点偏大地色系的这样一个高光盘 它现在出的这个包装我很喜欢 哦 这个好看 但是它的粉质会有一点点粗哦 也是很冷色的一个颜色 大家看 第三个颜色是偏橘色一点的 就是比较偏欧美一点的颜色 但这三个高光真的是好优秀啊 优秀到我根本分不出来 它有什么区别 哦 分出来了 前面这两个呢 是粒子比较粗一点 然后后面这两个的话 它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细腻的一个高光的内型 前面这两款的话 它可能就是打出一点很bling bling的效果 但是它的一个高光的粒子不会特别的密集 好了 来跟你们讲 我的三个眼影盘好了 我三个眼影盘都是买的Huda的这个 哦 好像有一个不是眼影盘 是高光盘 买的三个系列 首先先来拆最小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Huda的九宫格吧 它这个包装是做的比较有纹理有纹路 然后这个壳这一面的话是一个透明的 它这个壳我好喜欢 很闪 闪到拿回来以后发现不知道该怎么驾驭它 四块就是延续了Huda那种特别特别闪的一个高光的系列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 眉色系的和比较偏橘色 棕色大地色系的一点 这种哑光的几个颜色吧 你看就是Huda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就是上色 超快超狠 看吗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用的是那个Huda的那一盘九宫格的盘 意外的画出来还挺好看的 因为我没有画得很重 就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今天脸上用的是Dior的那个 四色的一个高光 橘色的浅浅的扫在了这里 没有扫在后 真的还挺好看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还在斯福兰里差点尖叫出来的一个高光盘 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冷光的白色 还有这个香槟 就这三个颜色真的美到不行 当然也有可能是斯福兰的灯光的关系 而且它这个质地大家看第一款的话它是一个高状高体的一个这样子的质地 超级超级顺滑 就像那种融化的巧克力一样就涂上去一涂就这样子滑下来了 很好看 大家看有没有觉得其实跟肤色很搭 然后第二个颜色就是非常冷白的那个颜色呢 就是一个粉状的 这个白色的粉有一点点粗糙 但是我觉得我的化妆柜里面是需要一款这样子非常极致的一个裸白的一个系列了 也是一个粉状的 这个晶也很漂亮 就这个晶不会晶的让你觉得用力过度 最后一款粉色 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粉色类的东西 除了Bobby Brown的那个五花肉 我真的很少喜欢粉色的这种亮不拉击的东西 但这款应该可以拿来当腮红上面的叠加膏黄吧 还可以 不丑 但是最后的这个颜色会有一点的显黑 但第一个颜色真的是绝了 就是绝爆了 超级美 OK 来 给你们打开看一下这款阴闪闪的亮瞎了的盘 有几个颜色很难涂 比如说这个绿色 但是你有的时候搞搞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是可以的 就这个盘非常的超时空 反正跟我不是在一个次元上的一个感吧 这个闪非常的好看 这个闪好适合用来蹦低啊 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 你们觉得我能用它来录一个妆吗 这个颜色这个渐变好好看啊 就是要讲句老实话 这个盘可能利用率很低 这个盘我要去看一下小红书上面的试色 我也不太懂 最后呢 我是买了三支口红 就是这个Amuse的一个慕斯系列的一个口红吧 就是Amuse这个也是最近在韩国非常的出名 但是它里面的彩妆实在是太多了 我就选了三款同一个系列的那个慕斯唇釉 先给大家试第一个一号色 不太我的一个颜色 但是这个粉粉的真的 就是豆沙粉粉的很温柔 就是虽然它没有像我平常用的那种大红色的一个 唇用那么的热烈 但是它的这个颜色还是能够厚一些比较清淡的妆啊 然后对还挺好看的 六号色跟七号色大家看 其实这两支颜色有点差不多 一支的话就是 很慕斯的一个正红色吧 七号的话它是有一点点那种 降红色砖红色的样子 跟这一款比吧 就是它的一个雾面的效果很好 就讲真的啊 就感觉好像每个牌子都会有这种样子的一个唇釉吧 但是但它这个的雾面效果 会比我之前用的3CE的一个雾面效果要好很多 但因为现在我已经是叠了一层 最早用的是3CE的228 然后上面再叠了一层这款Muse的唇釉 它可能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 挺便宜的 我觉得我还蛮推荐大家买这个七号色的 就是很浓郁的一个降红色 一下子瑜伽小姐姐的唇有风又回来了有没有 OK在天黑之前我总算把我的彩妆 跟我分享这一块全部跟大家做完了 接着的话就是要回归到我的最后一轮的护肤品的一个介绍 他们家的一个护肤系列 我也是跟我的编辑之前在斯福兰的时候 我问他这个牌子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买的 但他跟我说因为他们牌子很出名的很多是酸 但是酸的话其实我的肤质可能不太那么适合 然后他就让我去买一个助养精华 但是买着买着那个styles给我烙着烙着 我就突然之间买了好多的东西 我不知道这些适不适合我的肤质 我可能到时候还要跟我的编辑再去聊一下 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做过这个品牌的功课 但是呢有一些我觉得很明星的产品我就都买了 就是大家应该很多朋友也用过吧 我刚刚看就是这款好像我之前在小红树上也有关注到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家非常出名的一个助养精华 就是你在用之前可能要这样摇十次 然后先对着空气喷两次以后 在左边脸喷下右边脸喷下 它会有一个那种泡沫状的东西 最后你要把它拍到你的皮肤里去 它的这个吸收效果特别的好 被他们说的挺神的 而且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然后我就买下来决定试一下 然后接着的话我是买了他们家 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产品 就是这个去痘痘的一个 虽然我平时长痘痘长的不是很多 而且我基本上去痘痘的话 我就会用那个EVLAM的急救面膜 那个急救面膜的去痘痘功效也是牛逼到爆 但是呢因为毕竟人总是要去探索更多的新的产品 对吧 括弧 就是得买买买 所以呢我就买了他们家的这一款 一个去痘的精华 据说也是很好用 但是它不是这样子摇匀了用了 它是等沉淀了以后 就是你一块棉签这样站下去 站到什么透明的地方和粉质的地方 然后这样子去涂在痘痘上 那因为我最近也没长痘痘 就我觉得痘痘这个东西 买完了我要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痘痘这个东西 多半是来自于你身体里面的 就是某个部位或者是某个器官出了问题 当然这个不是说大问题啊 可能是你没有休息好啊 或者上火啊 或者是情绪不好啊 什么就会长痘痘 或者有的时候是过敏 你个人觉得这种去痘的东西呢 效果不大 就是还是你要差不多 如果说你长痘痘了 你就恢复两天清淡饮食 少喝点酒或者怎么样子的 因为我用下来感觉 除非是帮我那种特别大的痘痘 如果你是长 像我有的时候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我就长半边脸的小痘痘 像这种小痘痘 是没有办法通过 这种去痘的产品去完成的 它可能就是需要你 调整你的生活习惯 可能你一段时间做一下鸡断食 可能你的状态就会好很多 但这种的话 真的只能针对于 突然冒出来的一颗大痘痘 也不是说它没用了 那我买它干嘛 那它可能还是有用的 那静待我长大痘痘 然后跟大家测评的那一天吧 呸 我才不要长痘痘 就这款维希精华的话 哎呀喝小样 你这这么难拿呢 大家看它的质地 就会比较偏这种乳状的一个精华 但是它的延展性也很好 并且它涂完了以后 会感觉在你的皮肤上 形成一层膜 没有那种特别油润的感觉 就整体就像是给你的皮肤上面 加了一层保护屏障这样子 那么这款的话是一个 抗老精华 那这款抗老精华的话 它的一个质地会更加偏透明一点 然后呢这样子涂开来 它的滋润度会比刚才那一款 维希的那个精华要高 以及它是有一点点油润感的 这款是有一个什么 Omega成分的 这个样子的 针对于敏感皮肤的一款精华 这款精华的话 它主要的功效是 加厚你的一个皮肤屏障 让你的皮肤屏障 变得更加的厚 然后让你的皮肤的抵抗力 变得更加好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非常非常滑 非常非常水 但是不油的一款精华 味道呢不太好闻 但是不太好闻 味道的产品一般来说 安全感会比较高 那这一款的话 就是我买的它家 我个人目前到现在 助养精华并列第一的一款 我非常喜欢的一款精华 OK我这个购物分享 又不知道要该剪多久了 天呐 我为什么又讲了这么多的话呢 这边就是我这次花了将近快一万块钱 退完税可能不到一万块钱的一个 斯芙兰的购物分享 这是我第一次去到韩国的斯芙兰 买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Sales也很热情 它边跟我推荐东西 边跟我说 我怎么忽悠你买了这么多呢 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个Sales 但是呢我感觉这些买的东西 暂时没有踩到太多的雷吧 毕竟是自己买下来的东西 自己哭着也要把它用完 那至于一些护肤品和彩妆的后续上脸 还有用过一段时间的反馈呢 我可能会放在后期的Vlog 或者是忌妒 我怎么可能会有忌妒爱用这种东西 就放在后面的某一期视频里面 有缘跟大家再相会 没缘的大家 可以后面在微博上面问我 那暂时好像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那我的跟我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大家还喜欢我这一期的视频 以及新的一年 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 然后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继续去买买买 好好的照顾自己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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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romise if you let me i'll love you like the movies i'll never let go jack i'll never let go if you're a bird i'm a bird you had me hello